台北市完成第一波疫苗施打 紧接着第二波开始 市长柯文哲也呼吁多加利用网路预约登记 并且持续改进预约系统 将以每半小时为一时段 方便民众准时前往 避免挤在一起群聚 台北市副市长蔡秉坤也说明预约流程 帮助民众更了解如何预约 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一样这个第一步进到这个网页以后 那这边就会有呈现 这个刚刚市长提到的 那我们的这个长者80岁以上 表示是民国30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者 那原住民朋友65岁以上的话 就是民国45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者 那这边有一页注意事项看完之后 要先打工 叫第一页 那接着进到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你居住地 所以你方便 以你方便先选择行政区 再选择你要到医院 到门诊部还是要到诊所 那所有呢都会列出来 让你做选择 接下来第三个步骤 这里面呢要请你确认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的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 刚刚讲到了80岁以上 或者是原住民65岁以上 你要做一个确认 那第二个确认呢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符合这样的资格 那即使你预约了 那当然我们有权利可以取消 第四个部分呢是要确认你的所选的时段 你刚已经选上了医院 那现在确认时段 那刚刚市长提到的就是说 这一次可以选择到我们切到半小时 以半小时为单位 好第五步骤就是把基本资料填入了 包括身份证字号 留下手机尽可能用手机啦 因为联系上比较方便 那如果没有手机就留一般的电话 然后姓名 那这边有一个栏位是是否涉及台北市 那这边还是要请你呈现一下 虽然说不是涉及台北市的同样可以预约 那我们这里面呢后端的资料就去处理 那最后一个验证码填完之后就可以确认 资料确认之后就会产生最后一个步骤 预约完成 另外针对疫苗预约系统与市府派发的施打通知单 可能会造成长辈错乱 柯文哲表示未来会先以预约为助 预约后就不会再发送疫苗施打通知书 降低民众误会情况 记者问一句台北报导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